政府將會發展九龍東做本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 寫字樓的總樓面面積會有兩個中環這麼大 區內還計劃起一條單軌隔空鐵路連接觀塘線和沙中線 聶佩琳說一下 中環去年底的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只有4.8% 政府認為這些傳統核心商業區發展空間有限 打算將其得心發展區、九龍灣和觀塘連接起來 發展成為新的九龍東核心商業區 計上區內現有的甲級寫字樓 最終的樓面面積會有540萬平方米 即是兩個中環這麼大 政府也會將一些部門搬去啟德辦事處 不是說一個第二個中環的概念 CBD2我的說法就是它不會認第一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商業區 它都應該是中環 這個新的核心商業區 計劃會有一條零探排放的單軌駕空鐵路 連接觀塘站、九龍灣站和沙中線啟德站 一共有12個站 預計要用120億行年初會諮詢公眾 政府也會改善區內的行人通道 將來會有通道可以由德福花園走到Megabox 觀塘第二期海濱長廊 長11公里比第一期長3倍 整個核心商業區到何時才完成發展 林鄭月娥說 因為業權分散 舊樓改建會有困難 所以很難預計 有些年事記者 你配能報道 好